再来看这个省钱又环保的做法 环保署最近有个新构想 就是打算让台北市还有新北市专用垃圾袋 在店家开放零售 民众可以在商店购买的时候买来当做购物待用 而且拿回家之后继续还能拿来当垃圾袋 可以减少资源浪费 只是这样子呢 垃圾袋一个可能卖到五块钱 有民众就批评太贵了 环保妈妈环境保护基金会董事长周春蒂呢 就表示赞成 她说零售垃圾袋要定价多少 只是技术问题可以克服的 认为这个构想是有助减少资源浪费